这边这排可以做工人宿舍 好的 我安排人清理一下 真好 咱这么战友 又能聚在一块儿了 不光是战友 还有工友呢 对了 强盛 你回去统计一下 那些愿意留下来的工人里边 有哪些是愿意做业务的 有哪些是愿意下车间的 好 我知道了 还有那些老工人的安置问题 老孙儿 老孙儿 愿意留下来的工人名单 都整理清楚了吗 那个 你回去统计一下 然后按照咱们的承诺 把工资的补发方案 还有立场工人的遣散费 都一一分发下去 对了 第一个先发老孙儿的 把咱们拖钱来的工资 还有她之前给厂里边垫付的材料费 第一个给她解算清楚 不用了 先顾着其他工人就好了 你能够说到做到 比什么都强 我现在可以走了吧 老孙儿 我觉得你是犯糊涂了 我是说到做到了 您呢 也是可以走了 可是您有想过吗 我办这个厂 您这个最懂厂里边的业务 和了解厂里边情况的 副厂长走了 这个厂 我还能办得下去吗 是 我买这个厂 不光只是为了这些设备 最重要的是为了你们这批人 当然 还有舒总工 这样吧 您先留下来 如果我要是 能把舒总工给请回来 您再决定您走不走 舒总工能回来 我尽力试试 要是 舒总工能回来的话 还要厂才能办好 行了 你先帮我照看这个厂吧 谢谢你 好 沐建峰 对不起啊 莫莉 我还是得去找一下舒教授 给你添麻烦了 那干嘛转身要走啊 去我办公室等我一会儿吧 具营串 股上机呀 看股上机啊 鲁山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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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鲁山鸡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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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挺好挺好的 我给你们介绍一下 我们这儿的菜 只要你喜欢 我亲自下手给你们做 有了 鲁山鸡 一群 小叶 你们俩怎么来了 不爱呢 又长个了啊 真可爱 你等我一下啊 你忙 你忙 咱们那边 等一下 可以吗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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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鲁山鸡吧 好好好 都是特色菜 鲁山鸡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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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把厂给买了 我现在只能前进 没有退路了 你把厂买了 那什么买啊 钱啊 你这么有钱啊 凑啊 我已经凑了 我所能凑到的所有钱 是 你为了书教授 把厂买了 我以为他就是不来呢 你不全折进去了 你傻不傻呀你 你别急啊 你听我慢慢把话说完呀 说实话 我拿下这个厂 确实是有书教授的因素在里边 但也不全是 至少现在看来 我把华耀厂拿下来之后 我能够有办法盘活他 虽然可能挣不了什么大钱 但至少跟我原件的 那些个干了很多年 通讯工程的工人们 至少他们能够找到对口的工作 不用从头再来了 是吧 那你准备怎么盘活呢 这个我说了你也不能 咱们就先说说书教授的事 行吧 咱们就先说说书教授的事 可以啊 你慢慢说 不着急 我呢 努力听得 你看啊 我把这个华耀厂拿下来之后 如果书教授加进来 那么我就能够把我心里边想的东西 都做出来 其实书教授研发的领域 跟我心心念念的东西是一样的 我们俩的理想压根就是一样的 但是他太排斥我了 我每回过来都吃个憋 我没法跟他交流 所以我现在要做的就是 一定要让书教授明白 我跟他压根就是一种人 我不是他想的那种商人 所以怎么能够让书教授明白 我心是好心 干的事也是好事 哪怕书教授坐在这儿 踏踏实实地听完了 他不信 他也不想干了 那我就此心了 我过来找你 就是想让你给我出出主意 你天天跟他打交道 知道他在漫漫在那儿 实在不行 就以毒攻毒呗 以毒攻毒 谁又惹着您了 跟这儿运气呢 跟你没关系 您运气就跟我有关系 还好 我把那个人给撵走了 我说您不愿意见他 要不然您还得着急上火 哪个人呢 这是老来那个人呢 每次都被您骂走那个 没用 像他这种见商 见钱眼开 为了利益 脸皮比成枪还厚呢 不信你看着啊 他呀 还会 挖空心思厚着脸皮 死掺烂打的 真是烦人 别说您了 我拦都拦烦了 要不然这样吧 舒教授 我给您出个主意 让他别再来了 你能有什么好主意啊 你看 他每次来 你都不跟他谈 他老是不死心 你还不如跟他谈谈呢 反正他那种人 不是每次都说 您提条件 多高的条件 我都答应 那您就提呗 你把条件提得 越高越好 吓死他 吓得他再也不敢来 不行不行 以毒攻毒 也不能这么个攻法 你可别出这个搜主意 他要是给我提前 好家伙 我哪来那么多钱啊 你可得勾扯他点 让他千万别 往前上去想 你能不着急吗 能坐下吗 不过呢 这种人您还不能 光跟他提前 提前估计吓不到他 就算吓到他了 他们脸皮这么厚 再跑来给您讨价还价的 不还得来烦您吗 对吧 你说得对 我觉得您就应该提一个 不好办的 也不好打折扣的 让他们绝对办不到 他们不就知难而退了吗 对吧 那我不是死得透透的了 有一个词叫 置于死地而后生 听你说过吧 也行 只要书屏答应跟我见面 能够坐下来 心兵其合地跟我谈条件 这事就有转机 在谈判上 我可以把书屏 引到我能做成的方向上去 只要他能够相信 我做华耀 是真心想做点事 哪怕他提的条件 我做不到 他不愿意过来帮我 那我也死心了 好 让你们俩见面 聊两句不难 但是怎么才能 让他信任你 就只能靠你自己了 是 行 他下次要是再来 你就叫他进来 我有绝招 这些商人啊 绝对办不到 您这么快就想好绝招了 嗯 那我现在就叫他进来呗 你 你 不对 你 你不是说把他轰走了吗 啊 我是轰走了 我是 是把他从您这病房门口 给轰走了 但是他在外头等着呢 这种厚脸皮的人 我估计他就是想着 趁我们不留神 就溜进来烦你 那 那你去看看 他如果还在的话 你叫他进去 那我真去叫了 是啊 叫他 行 咱一次性解决问题 嗯 但是 有两个条件 第一 我得在这儿看着您 您不能真生气上火 对身体不好 第二个呢 您得向谈判 您不能一上来 就让人觉得 你是故意为难他 他不会死心的 嗯 你放心 我听你的 你真听我的啊 心平气和地 跟人谈判啊 那我叫去了 我叫 真叫了 去去去去去看 这儿拐过来呀 就在那前面儿 就是捕鱼山居了 看看我们这儿的空气环境 是不是都特别好啊 沐连长 没听你们俩俩一起过来啊 他不来最好 来了 还得单独给他个房间 我这儿哪有那么多房间 你没看见我这生意多兴隆啊 跟你说啊 我这山居 大俩是有仙气的 好几对都在这儿怀上的 你们俩要完再来一个啊 是不是吵架了 说什么呢 今天这是接了第几拨人了 你甭管第几拨人 永远都有你俩住的地儿 快进吧 到了到了 大家快请进啊 走走走 成梁 快来招呼客人 来喽 快点儿 先跟他去登记啊 快点快点儿 雨晴 雨来了 这边请 小雨来了啊 行行行 大姐跟我来这边登记啊 那边也能参观啊 来来来来 伍玥 这就是你拉来的客人啊 您没看见 这不拉了七八个了吗 这什么人啊 怎么这么跟你说话呀 你别理他 这人说话没个正型 冯总 您都给人吓掉了 他可吓不着我 在国外这些阔老 我见得多了 都是残疾啊 太阳都快下山了 天儿这么凉 您腿上不盖个毯子啊 把晚上菜单拿给我 好嘞 那你先进去坐会儿 我给他拿菜单去啊 哎呀 哎呀 人家让你挣点 打酱油买醋的钱 你也挣 我让你当精理你不当 但是 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 哎 小朋友 这孩子不错啊 看着挺好玩的 白白嫩嫩的 怎么着 不爱说话呀 他有点儿怕生 怕生不行啊 大老爷们儿怕什么生 这世界啊 最不该怕的就是 拜拜我 拜拜不咬人 你想打拜拜 拜拜跑不了 拜拜想打你 那打不着 是不是 江音 叫冯拜拜 嗯 嗯 疯拜拜 喜欢吗 送给你 小艺 这可不行的 谢谢啊 这是个什么破玩意儿 我想拿他讨好一件 孩子都不行 这你都拦着 喜欢拿着 送给你 喜欢就拿着 戴上去 真乖了 谢谢冯拜拜 真有礼貌 小手 看着挺有劲儿是吧 都没有劲儿 你要劲儿 让冯拜拜看看 你有多大劲儿 往这儿打 来 哎呀 走你 走你 拿这个搭 嗯 拿着呀 小艺 那是能玩的吗 小翠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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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冯总 啊 叫谁小翠儿呢 您家换人换得也忒勤了吧 连我名字都记错了 哎那你自己说说 你叫什么 哎呀我叫露露 露露露 你怎么你也不像长得叫露露的呀 露露 是人家那个 太阳要出来了 可是我们要去睡了 知道吗 不知道 看你长这样就知道 你什么都不知道 日出 陈白露 露露 嘿 拿着这个 啊 拿吧 给咱孩子看看 哎 真的啊 快点 好嘞 哎 你这是干什么呀 他让你打你就打 这 这可是冯总的指标 谁敢违背啊 冯总 还打吗 没事没事 打吧 没事 让你看看 拜拜有多不怕疼 快点快点 打了啊冯总 不怕疼 那怎么的 打棍儿给孩子 让孩子打 来 帮我走 妈妈真的不怕疼 他会骑工 小易 没有人愿意坐轮椅的 那一定有很多的 逼不得已 以前妈妈怎么教你的 健康的人 我们都不会去欺负 更何况是一个残疾人呢 以后不允许这样 知道吗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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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呀 也不用斯坦达答答的了 今天咱们就要打开天窗 说亮话 我是不是提什么条件 你都能答应我 是 那咱就开真不公地谈 说实话 我知道 提条件 您也不会提钱 因为您图的不是这个 是吧 那可不一定 您肯定不会图钱的嘛 我也知道 不管我说什么 您都不会一下子就强行我 是吧 所以今天 我把我做了一件试探了 也算是我兑现承诺的第一步 划药 原来是你买下的呀 好啊 看来 你处心积虑的 早就要谋算好了吧 是 我是处心积虑 我承认 我就是一门心思 想要您重回花药 做您擅长的事 因为 那是您的梦想 也是我的梦想 做梦吧你 你以为 你能美梦成真的 我告诉你 现在的花药 已经不是原来的花药了 你能做什么呀 现在的花药 什么也做不了了 你要是 还醒不过来的话 那就接着做你的白日梦吧 我就不相信 您没做过梦 您如果没有梦想的话 您不会成为 今天大家景仰的书教授 您就只是因为 老厂长的去世 和几个唯利是多的商人 您就失去了 追求梦想的勇气 您还不如 花药长那些眼巴巴 等着复工的工人 至少他们还在坚持 我打仙儿里面看不起 你咳什么咳 我就这么想 打败你的根本不是别人 就是你自己 你说你不相信我 我还不相信你了呢 想那个老顽固 算我瞎了一点 你你你你你站住 让你站住 你找教训替护我 没了 别生气 替护好钱 好 把这个给他 三天之内 照着这图纸 把产品给我做出来 否则的话 你永远在我的视线里消失 不是 我是不是给你帮倒忙了 他都没在钱上为难你 这个会不会更难 有了就比没有强 有了这个 至少还有希望 那就好 谢谢你啊 别客气 刘波 你马上召集所有干部 到我办公室 对 所有干部 马上 我很快的 嗯 哎 怎么就你们啊 各部门主管呢 还主管呢 管谁啊 这留下来的 该谈合同谈合同 走了的 能不能回来还不一定呢 这时候我上哪儿 去递得主管去啊 嗯 能通知的我都通知了 来不来 我管不了 林长 到底出什么事了 老四 成空交换计的模块图 咱们得提前复工了 复工 不是 舒教授不还没来吗 可是难题来了 这是我从舒教授那里 领回来的军令状 三天之内 必须见真章 我看着也没那么难哪 这不就是普通的模块图吗 我在基建局的时候 看他们采购过 哼 这采购是采购 生产是生产 不是起个意思啊 这玩意儿就那么难做吗 说难也不难 但一眼把钱做不了 这是交换机的大脑 想做出来不难 只要厂里各个部门 通力配合 用不了多少功夫 就能出来 但是现在啊 以厂里的状况 这人手和人心都散着呢 没错 不过 所以这个难题 不是出给工人的 是出给我的 冯总 洋菜啊 热菜一会儿就来 对了 一会儿叫上新来的 你们俩一起吃水啊 好 小孙 帮着摆桌 冯总 咱们又要错我名字了 我叫露露 行行行 露露露露露 把酒给叔叔热着啊 冯叔叔最讨厌喝的 温咕咕咕咕的酒 知道啦 冯总 你看我穿这身 好看吗 好看好看 别跟我说话了啊 我这算错一个数 要算一百万啊 哎呀 你看看嘛 快去快去快去 收人来了 嗯 怎么样 这房间还行吗 怎么不行啊 我现在哪有个地儿住就行 哎 浅院 那个冯总 什么人啊那是 她呀 她是个后脑勺都长眼睛的人 你甭理她 我是没想理她呢 她找我麻烦呢 你说她一个残疾 赵姨那么年轻的 怎么那么花呀 她也不是真的花啊 多半就是啊 虚荣心 她自己越是花不了 越要显得自己 三宫六院气泄成群 那来山居这样的客人 见得多了 哎 你知道吗 她跟我说啊 她从胸部以下 都跟打了麻药似的 你想想 她怎么花 那她这何苦呢 还找一那样的女的 回头再把她钱包给偷了 那是迟早的事 都不知道她自己丢了多少钱了呢 不过听说她有一万资产 估计人家也不差那点 那干嘛不找个像样的呀 她就喜欢那种小妖精 你就说那些妖精 除了一大把青春 真是要什么没什么 一大把青春就够了 像我这样人老猪黄的 得谁都看不上呢 你可别说人老猪黄啊 刚才冯总还跟我说了 说晚饭叫上你跟小易 跟她一块吃呢 我干嘛要跟她吃 我不去 我看见她那样 和她身边的小妖精 我就恶心 回头吃点东西 我再吐了 那小易呢 她能去吗 人家特地说了 还挺喜欢她的 那就叫小易跟着你 别离你身边啊 那吵 我先带她去了啊 晚宴 不要 我先带她去 你身边 带她去 我先带她去 她们 不想带她去 她们 不想带她 我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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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们 我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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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们 你先不要过去 莫主任下班了 下班了 他们在看什么呀 这个 你就不用看了 你就准备请客吃饭吧 我 请客 你还不知道吧 咱们院里开始统计分房了 听说有可能是最后一批 你以后来的争执时候 正好赶上了 可是我刚回来 轮得上我吗 你怎么就知道论不上 就怕你不稀罕 我这么酷 一套房子我不稀罕 我稀罕死了好吗 这就对了 你呀 可以走那个归国人才的指标 以你的条件 我看没问题 真的吗 我骗你干什么呀 政策在那摆着呢 我骗你 管小天院里可能会组织一个研讨会 把我说我参加 我再帮你试听 太感谢了 什么时候有时间 王主任 啊 请客啊 你想吃什么 哎呦 那我这可得好好想想了 莫莉请客 我可不能便宜 我看你 长着啊 我心里的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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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 我心里的梦 我心里的梦 咱们院里开始统计分房了 听说有可能是最后一批 你会来的真是时候 正好赶上 你呀 可以走那个归国人才的指标 以你的条件 我看没问题 很快就要拜拜喽 我看没问题 这么贵的水果 你就拿它来榨汁 为什么 要榨上汁呢 刚还在想你 你就打电话了 怎么了 问你一下 你礼拜天有安排吗 礼拜天 我看一下啊 情号呢 目前看来没什么事 怎么了 你能陪我去相亲吗 陪你去干什么 你不进去站这干吗 吵架呢 饭都没吃 你什么都不懂 老孙 你别总这不行那不行的 三天之内就要东西 不行你训训我们 我们上前操作生产 把东西给它弄出来不就行了吗 我不爱跟你说话 胡闹 你看你看你看 说着说着又毛了 我看啊 咱就别瞎琢磨了 厂长 这事啊 比咱在巴基斯坦时候还难 那时候好歹 咱们兵强马撞呢 现在可倒好 这咱这几个人 打个群架还行 上生产线弄东西啊 咱也有劲没地使啊 不行 咱照着图纸 给它买个现成的去不就行了 扯淡 这真是胡闹 老孙 甭听它瞎说 程彤 你也给我动点正经脑筋 咱是不是该吃饭了 对 来 吃饭 是 咱该吃饭了 来 来 周伯 设备那边情况怎么样了 修倒是能修 关键是钱 厂长那边也查了 材料不够 也得买 厂长 我看不行就算了 咱还是想想 复工盘活厂的事吧 这书屏搞研发 也不是一天两天了 眼下最关键的 是琢磨琢磨怎么挣钱吧 咱那帮战友们工友们 已经准备进场了 懂技术的培训好了 上生产线干操作员 稀领点的 跟着干销售 还有厂里那些老工人 咱既然答应人家留下来了 就得安排人家上班干活 挣工资 这摊子扑起来了 马上就得人吃马嚼的 要花钱了 我说你掉钱牙里了 咱这厂子才下来几天呢 现在技术工这么缺 生产线怎么动得了 是 所以书教授这道难题 是个双人间 是困难 同时也是机会 咱们要是能够借着这个机会 把走了的那些技术工 操作工都给找回来 还要就能动弹起来了 这事是什么个事儿 可人家能回来吗 恐怕有些困难 有些工人 已经在别的工厂上班了 有的甚至改行干别的了 当初啊 老厂长去世以后 厂里就慢慢发不出工资了 好多人啊 都觉得没有希望 人心啊都散了 现在咱们产的这个状况 没多大改善呢 让人家回来 我估计够叫 当初书萍就是因为这个寒了新的 所以无论如何 三年之内 我们必须要过了这个难关 书萍才有可能回来 哪怕 我们只是产出一个小小的零件 华耀也算活了一口气 厂长 你如果真要这么决定呢 那我就去试试 看看在别的厂上班的工人 还有各部门的技术主管 能不能回来帮帮忙 就三天时间 怎么 你一个个去求啊 就算一个个都同意回来了 三天也过去了 那怎么办 行了行了 不想了啊 多吃饭 吃饭 吃啊 愣着干嘛呢 吃啊 那就吃 吃饱再说 这老话说得好 人是铁 饭是钢 老吃凉的 厕所忙 你还让不让人吃饭了 你接什么洞啊 我就是形容一下 表达这个意思 你看 咱们哥几个在这儿干活 吐了啥 一 吃饱 二 干好 三 挣点钱 就这么点事 是吧 对啊 你看你把常常给气的 这又不迟了 这又不迟了 等等等等 连长 有辙了 看这意思啊 是真有辙了 办法是有 不过你们每一个人 都得同意我下面要说的事 一个决定 我们未来的决定 而且一点错都不能处 好 好 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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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那可就加名了 那怎么办 找去吧 去哪儿找了 他去市里办事了 电话又关机 你知道他在哪儿啊 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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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儿子 来 还要人回家 欢迎欢迎 国家 好 Core 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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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回家 欢迎大家 欢迎回家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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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不一直看见大家回来呢 里边里盒哪儿啊 实际上这么热的酒啊 闭嘴啊 对啊 咱这劳场准备复工是好事啊 通知我们医生就行了 这太客气了 弄得我们都不好意思了 这些都是咱们新厂长的意思 大家别客气啊 这礼盒就是给大家准备的 来这儿有份 咱新怀药 欢迎老员工回家 好 好 好